零零零内乡一年一度的紫斑碟季即将到来 15号上午在国道3号的林内路段 已经侦测到大量紫斑碟迁移 紧急封闭了外线车道还有路间 最高量每分钟超过687只紫斑碟 而在这个月4号 台湾紫斑碟生态保育协会 也在该路段识货一只北迁的紫斑碟 历经77天飞了100公里 从茂林到林内 而赏碟季即将在今年的3 4月份登场 民众想观赏大量紫斑碟要把握时间 一年一度紫斑碟的季节即将到来 云林零内乡靠近国道3号旁的 碟道种植不少蜜原植物 数百只紫斑碟在花丛中西蜜 群碟乱舞充满春天气息 翅膀的鳞片的掉落的情形 应该是属于比较南部那边 没有星雨化的 紫斑碟每年由高速茂林往北移动 在今年2280 茂林观测站就发现紫斑碟 首发先前碟北迁已经有部分抵达林内 预计将在3月底时 有大量的紫斑碟来到林内 台湾紫斑碟生态保育协会 这个月4号在国道3号林内路段 持货一只从茂林北迁的紫斑碟 是去年12月17号在茂林 由协会义工标放 历经77天飞行100公里到达林内 协会人员在捕捉到的紫斑碟身上 做标示 希望能够记录紫斑碟的飞行航道 紫斑碟的平均寿命6到8个月 比起一般蝴蝶 只有一到两周还要来得多 是世界上为二会迁徙过冬的蝴蝶 就怕影响紫斑碟的飞行 国道3号林内路段外侧车道 会是情况封闭 如果每分钟超过200只的时候 国道外线车道封闭 从3月开始 国道3号已经有两次的封到 民众想要赏跌 也得把握3 4月的赏跌期 以免扑空 记者国阵雨林采访报道